週三 美國感染中共病毒的人數超過2,994萬 54.5萬人死亡 儘管感染人數較疫情高峰時期有大幅回落 但白宮衛生僱委福西認為 美國現在宣布防疫勝利還為時過早 在阿斯利康傳出使用過世數據後 福西敦鎖阿斯利康公司儘快公布 反映真實情況的準確疫苗數據 在歐洲大陸 第三波疫情日益嚴峻 各國不斷收緊防疫措施 法國疫情持續惡化 政府已經考慮將封鎖措施擴大到更多地區 目前 法國因中共肺炎住院的患者達到2.7萬人 重症患者4634人 創下4個月來新高 全國累計死亡人數達到9.3萬 比利時總理德克羅週三突然宣布 從週六起實施一個月的全國封鎖 關閉學校、非飾品商店和理髮店 已遏制第三波疫情 目前源自英國的變種病毒 已在比利時的病例中佔主導地位 住院率增加一倍 週三當天新增3537個確診病例 累計死亡人數達到22,763人 德國在宣布復活節期間實施嚴厲封鎖後 在國內招致強烈反彈 不得不於週二宣布放棄這一決定 穆格爾表示 他願為做出錯誤的決定 承擔一切責任 巴西週二的死亡人數飆升至3251人 再次創下記錄 當晚 全國各地民眾發起砸鍋活動 抗議政府防疫不利 導致30萬人喪生 總統波索納羅表示 將在今年底實現接種5億劑疫苗的目標 使人們儘快恢復正常生活 印度週三通報47262個新增病例 創下去年11月初以來的最高記錄 累計感染人數達到1,170萬 16萬人死亡 國家疾控中心表示 在疫情嚴重的馬哈拉施特拉邦 和首都新德里分別檢測到新型雙變種病毒 但尚不確定這一新變種 是否與感染率激增有關 新唐人記者喬安綜合報導